尽早建立离岸家族信托基金 就可以隔离这些风险 比如说您打算把财富隔代传承 那您可以直接用离岸家族信托 将您的孙子 设定为指定的受益人 如果说你不愿 我在跟客户通电话 几百亿的家族信托 你是在跟我的客户通电话 我是在帮你维系客户 替你做客户的增值服务 这么说我要谢谢你了 不客气 我听说你还分别联系了任晓年父子 谁跟你说过 你承认了 他们应该已经不算你的客户了 如果你肯听我的建议 你劝我放弃 没错 为什么 因为他不尊重别人的劳动 他认为花钱买的不是你的服务 而是你的尊严 不 据我所知 他们是尊重别人劳动的 只不过他们不尊重一些 不专业的行为 就比如说 你的助理戴希小姐 那他也犯不着勃然大怒 让我当场炒掉我的助理 那你也犯不着怒发冲冠 为了个助理跟大客户翻脸 如果我默许或者纵容了他的行为 我会看不起我自己的 我猜你是怕戴希会看不起你 你猜错了 你是个理性的人 理性不代表你以来顺手 你是不是因为任晓宁曾经是你的客户 如果他现在变成了我的客户 会让你觉得很没面子 这跟我的面子无关 所以我奉劝你 如果不是因为太缺钱 有些案子就算了 你觉得我留在这儿是为了钱吗 我继承的遗产 跟我开十几家全景的 你觉得我为什么留在这儿 好 那如果我告诉你 我留在这儿 是为了助人为乐 你信吗 中国有句话说得好 付不过三代 为什么 第一代辛苦赚钱 第三代再卖椰田 甚至都熬不到第三代 很多在第二代就折腾霉了 说实话 罗宾 我特别感谢你为我做的事 让我避免了家产争斗 我想为更多像我一样的人 规划他们的所有 避免他们手足相残 其实对于我来说 多签一个客户 少签一个客户 有什么所谓呢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不一样 他们越早知道 就越早能规避风险 好 我知道了 抱歉搭着你了 难道不应该是抱歉 误解你了 请你以后不要偷偷地 到我电脑里去考资料好吗 如果你需要什么 直接告诉我 跟我要 我没有偷偷去 你电脑里考资料 你不上班 办公室没有人 我没办法直接问你要 所以你就打开我的电脑 输入了我的生日 电脑就崩出来一行字 欢迎回来 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电脑 只要你输入密码正确 都会蹦出来欢迎回来 我以为你的电脑 一直在等我回来 好 我的错 我太懒 所以你是特地来告诉我 对 我就是特意来告诉你 这个错已经被纠正了 是吗 那现在换成谁的生日了 人 被人 被人 好 有空吗 你说什么时候 是这会儿 一会儿还是下午 我说等你有空的时候 有点事想跟你说 我 我先去看一眼 我的电脑 不急 我在办公室等你 马上告诉我 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 可问题是 现在我们的客户 不同意和解了 他那索赔二十万 真的把我们都给激怒了 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 我没人知道 你父亲忌日干吗呀 他想祭奠一下 我 把他的电脑 设成了这个密码 不是 你笑什么呀 这世子真特别啊 你回去好好和 别笑了 你回去好好和你们客户说说 我们是不愿意打官司 但是如果他们特别想打 我们也不怕 罗宾让你跟你姐说 那笔钱是你让你姐夫接的 要不然的话 我姐会耿耿于怀 执念于我姐夫为什么要瞒着她 跟别人窃钱 你 绝对不能答应 可是 我要真的把真相 告诉我姐的话 那我姐 会为此事痛苦一生的 一个人 如果没有能力承担真相 他就不配得到幸福 他就没有 家族信托这块是由我们所 另外一位同事负责 对 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 好的 咱们常联系 再见 我记得你父亲跟检察院 不要打我父亲的主意 没打你父亲主意 我是说这个案子 已经到了检察院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 跟检察院沟通 那就走正常的渠道沟通好了 这是正常渠道 你把你父亲理解成 歪门邪道了 那你沟通目的是什么 轻判 不判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呢 没有这样的先例 所以我们要开一个先例 我们是超级无敌搭档 我是超级无敌 你是搭档 我不喜欢开这种玩笑 那好 你是超级 我是无敌 被人不能换过来 你是超级 我是无敌 超级无敌 超级排在前面 我以为你喜欢踩在前面吗 那好 我是超级 你是无敌